盤勢已經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 很多的中央型股票很容易就出現漲停 最近盤中動不動就是20到30檔的漲停板 今天威恩老師會教大家如何在盤中 運用獨特的指標掌握到這些漲停板 今天的節目千萬不要錯過 這次是 我是蘇維源縱橫股市20年 從資金20萬一路超盤到5000萬 我深知股市的各種操作手法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 每個人的出身經歷都不同 但什麼東西可以是公平的呢 那就是股市囉 股市有非常多的機會 你想買車子 你想買房子以及出國旅遊的機會 組繭幸福家庭或高品質的生活 機會面前人人平等 利用原動力操盤法 帶著你一起財富自由 喜歡標股原動力的投資朋友 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出去 請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MORE888 標股原動力有賺錢才夠力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文遠老師 今天時間來到星期一囉 9月23的時間 今天還是很多檔股票 特別是中小型的股票 很容易亮燈漲力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跟各位講什麼呢 中小型股白樂化 各路主力要顯神通啊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文遠老師在盤前 告訴你的定銀投控 我告訴你的所謂的3013的成名店 都能夠出現亮燈漲鈴 到底怎麼抓到 到底怎麼領先市場賺到的 都會跟今天一起來跟大家來講好不好 來 中文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行情 今天大盤 抽盤漲了126點 很多投入朋友都不相信什麼 這個盤會漲 你說為什麼 各位記不記得 再來這一天9月4號 當天跌了999點 很多人跟 文遠老師講什麼 老師這個盤完蛋了 這個盤要打第二豬腳 對不對 可能要打到這邊來 對不對 殺下去對不對 崩盤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9月4號這一天 來 我再畫一遍 我換個顏色 我說這一天 我認為 他就是9月份的最低點 各位對不對 盤優賽爾啦 9月4號當天到現在來 投入朋友我請問你 他低點有破 完全沒破來 我覺得我的勝算應該是9成9了 為什麼這樣講 今天已經9月23號了 我說是9月份的最低點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行情你看 真的乖乖的像我講的就是這樣 怎麼樣 整理整理整理 然後就上去了 各位對不對 那現在基線到底會上還不會上 就看量嘛 量有出來就會上 沒有量出來就繼續混 就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標股先賺到再說 標股先來掌握 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盤面 我剛才有講 你會看到說今天啊 光是上市公司掌鈴板有13家 你把OTC 上櫃的再加上去 又有230家了 你會不會發覺 每天行行都是這樣 其實不錯啊 為什麼 我們最怕什麼 垃圾盤 當台積電大漲 當指數大漲 但是你的股票是黑的 你的股票是大跌的 你的感覺會不好嗎 你會覺得說這個盤根本就沒在漲啊 各位這樣理解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現在希望的盤面是什麼 指數繼續在這邊混沒關係 你也不用急的上季線好不好 不用急慢慢來 慢慢來才賺的快 這句話有道理有玄機哦 你要趕快站上季線 整個爆量 全市股都上去 那萬一中小型股票回檔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啊 慢慢來比較賺 這樣懂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來你看 我們今天的盤前的標股戰報 跟各位講了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非常重要 好 我們今天的一個盤前發文 我告訴大家什麼 中小型股白熱化拼賺漲停啊 趁現在對不對 我現在跟各位講什麼 只要下檔不跌破22042點之前 一樣是賺錢的大好機會 現在我們就想一些事情 現在大家就想 第四季上漲機率是高達九成 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統計 數據是如此 所以你不用怕 再來 第二點 美國的降息循環已經啟動了 現在已經降兩碼對不對 先降兩碼 明年 這個是2024 2024 兩碼 再來2025 可能會再降四碼 再來2026年 也再降兩碼 所以會形成什麼 8碼 最少 這是最少 最基本款 未來的美國會在兩年左右 最少降息8碼 降息循環產生 帶動什麼 帶動資金是有利於股市 為什麼 錢都趕到股市 你利息降低 大家存定存 沒搞頭了 對不對 你做過度保守的東西幾乎都賺不到錢 所以怎麼樣 錢通通趕到股市去 這是國際環境 再來我們看台灣 對不對 台灣央行強力打掃房 營建股已經兩支跌停 我們也不用舉例是哪一支股票跌 兩支跌停都不用 一大堆全部都兩支跌停 你現在會不會覺得我們講的話 魏老師講的話 不見得會馬上實現 但是你都不會等太久 你有沒有發覺 我不會跟你推薦 我是不是跟你講我們不買營建股 我不推薦營建股 營建股是炒房的 我不推薦 對不對 就算會漲我也不推薦 你看 朋友 我在短視頻還特別錄製一段 我說要買股好還是買 買股票比較好還是買房子比較好 我說當然是買股票比較好 對不對 那有空的話去看一下我們的YT頻道 你可以加入我的Light 上面都可以看到 好不好 加入我的Light 帳號在這個地方 各位多多的善加利用 也可以打開你的手機造效模式 掃描我們畫面當中的QR Code 一樣可以看到 好嗎 所以我真的很早就提前跟大家預告了 對不對 所以營建股殺兩支 那營建股雖然滑倒跌下來 但是你會發覺台股的什麼樣的類股很強 半導體 Bingo 設備股 AI 有沒有 機器人 細光子 設備 就是這些股票啊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賺 趕快來賺 維尼老師都事先的跟各位做預告 對不對 來我們再回到圖卡 所以你看 現在這一波是熱錢加聰明資金進來炒股市啊 不是炒房 炒股市啊 這段一定要來賺 然後我還事先跟各位做預告什麼 今天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今天盤可能會幹嘛 會開低 殺下去會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什麼 來 我在Lite上會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上個禮拜五科技股拉回 灰達下跌 高通下跌 但是對於多頭走勢 不會有影響 最近都有40檔股票量增長 代表資金的流向 非常明確的 各位投票 沒有 我現在這一段的文章所寫下來 你看下來 你不覺得 哇太厲害了 看文章 看分析師的Line 你就是要看這一種 簡單 惡要 準確 好不好 不是寫一大堆 沒有任何的看法 幫不到你任何的忙 這不是我再講一遍 簡單 惡要 準確 我說跟各位講什麼 這個盤還會再上 我們講多久了 然後我告訴你 今天的盤會漲 對不對 沒錯吧 都完全驗證 好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來 所以你看 這是我們今天喔 跟各位講的 你看股票 定盈通扣 大量 3013成名店 所以你看我說什麼 定盈通扣什麼 底部竄起 往年限 反壓挑戰 若到年限就不可再追 也就是說他如果繼續 去幹嘛 繼續反彈到年限就不追了 對不對 前面先跟你說什麼 底部竄起來 往年限挑戰 今天是幹嘛 亮晨漲力 所以到底要不要追 來繼續看下去 好我們再看 大量 外資大買 可能是隔日充 再拉回再看 對不對 今天就不追 再來 陳明店 重新站回月線 逢低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所以你看喔 今天這些股票 真的都非常強勢 你看 定盈投控 大量 陳明店 然後再來呢 韓宗跟各位講什麼 華新光啊 台漢 新復興 靈光 跟什麼的 1721的三晃 那我們看一下 各股的表現 你看喔 今天你看一下 來 大量 光光漲漲停 陳明店 又光光漲停 政達 亮燈漲停 定盈投控漲停 柏雷漲停 月城漲停 哇好多股票 今天表現都非常的強勢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回顧一下 我們在什麼時候 在Light跟各位來做分享 為什麼我要邀請你 邀請大家 加入我們的Light群組 對不對 我們不是隨便講嘛 不是說你來你來 沒有給你任何東西 沒有提出任何看法 這樣對大家來想 我想是沒有吸引力的 也是沒有用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驗證一下 來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過什麼 這是9月5號的盤錢發文 來 9月5號的盤錢發文 我告訴各位什麼 你留在誰月城 你看今天已經糧食漲停 對 這是月城 再來我們看 大量 3167的大量 我們在8月21號的時候 各位親愛同朋友 8月21號大家在這裡而已 我們告訴大家 3167的大量 它是由PCB轉型切入到什麼 切入到半導體設備 各位同朋友對不對 你看股價是往上噴 有沒有 是往上噴 各位 今天供到多少 128 前面喔 你注意看喔 前面這裡 股價大概才80塊而已 80塊漲到128 是多少 48塊錢 這不錯 48塊錢 這空間相當是大 那我們是領先在Lite 跟各位來做分享 各位對不對 那除了大量以外 我們再看 來今天這一檔成名店 我們就透過啊 我今天節目不是跟大家預告嗎 我們要教你用的指標 如何去判斷會漲停板的股票 好 我們就用成名店來看 你看喔 9月13號 我在Lite跟各位講過一遍 這個截圖沒辦法 它有點不清楚 反正就是9月13號 我跟各位講什麼 9月13號 再來 9月23號 有沒有 我一樣跟各位講什麼 成名店 各位對不對 好他為什麼會想 今天很多投票在問 為什麼今天飢渴股票 散熱股票 只有成名店在漲 雙紅有沒有漲 齊紅有沒有漲 來投票你看一下 指標股這幾檔 來你看 3324雙紅 今天沒漲 3017 齊紅 今天沒漲 來你看還有 我再舉幾個例子 8996高麗 今天也沒漲 3483的勵志 今天也沒漲 奇怪 是怎麼回事 看到鬼 怎麼會這個樣子 他們都沒漲 為什麼 憑什麼就漲成名店 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能夠那麼精準 在開盤前寫 寫這樣的東西給大家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是專業的表現 我為什麼不寫高麗 我不寫雙紅 我不寫齊紅 我不寫勵志 我就給你寫成名店 對不對 因為他量已經出來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來我今天偷偷透露 我節目上才會講 你要仔細聽 來 你注意看他的成交量 五日均量他已經超過了 他的五日均量是兩萬 三千多張 前兩天 他的成交量都超過五日均量 你只要注意連續三天 成交量過五日均量非常容易飆漲 所以我偷偷透露 我們節目才有講 我就舉幾個例子 你回頭去看一下 你就會有感覺 為什麼我們今天 會選成名店 其他的幹嘛 其他的我們就不特別選 你注意看 雙紅是怎麼樣 前兩天五日均量過 今天量縮 很可惜 沒辦法 3017的奇紅 我們再看一檔 你看 有沒有 連續幹嘛 三天 這個所謂的量 都沒有辦法突破 那你看 回頭去看 來 我們看這個大一點 3013成名店 有沒有 這個明顯 他的量已經連續三天 都在五日均量跟十日均量之上 這種只要產業趨勢是對的 什麼叫產業趨勢對的 你跟AI有關係的 就叫產業趨勢對 因為AI裡面有很多細項的 包含像晶片的 晶片你要有設備的 又有COAS的 又有面板級散術型封裝的 又有細光子 又有CPU 很多 然後呢 AI周邊的還有什麼 機器人啊 還有軟體啊 還有IC設計啊 等等的 很多 反正我跟各位講過 你看溫老師節目 我們就是通通以半導體股票 以電子股票 以AI股票為主 我們是不是講過了 營建子股殺價也跟你有關係嗎 跟你就沒有關係 各位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都跟各位先講在前面 所以你看 3013成名店 我們都賺得很開心 家族成員都領先布局 各位成員們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回頭再來看一下 來 有沒有 我們都事先前講 所以這個指標非常重要 簡單又好用 我已經講過 簡單又好用 然後呢我們的文章 簡單 又要準確 我們不能寫太多東西 但是我要求的 我給我自己最大要求什麼 要準確 方向要對 個股要對 對不對 那你如果想跟著我們提前布局 歡迎成為我們家族成員 知道了解嗎 好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所以你看喔 成員店對不對 這樣你看 9月20號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定影投控 3715的定影投控 9月20號 就是禮拜五的時間 自動價值啊 網路通訊啊 伺服器啊 這個是盤中發文 你注意看喔 這個是Light的盤中發文 盤中發文喔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的文章會每天在盤前 盤中盤後 照三餐服務 問候大家 所以這一篇文章 我講3715的定影投控 我們在禮拜五 就是上個禮拜五 9月20號的盤中 我已經提醒過 今天早盤 我又提醒一次 今天亮正漲停 各位朋友對不對 股價表現相當之強勢 所以你看這樣的個股 你看喔 今天往上漲 漲到76.3了 那已經連續兩天出量 這個就不用追了啦 我先講啦 不用追了 你前面沒有跟著我們佈局 這邊自然而然幹嘛 不需要再追了 你要跟著我們去佈局 是下一檔股票 你說老師每天都會有股票嗎 不一定 但是只要有 我們就帶各位做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什麼 天時地利人和 真的 很有機會股票 我們就帶各位來嘗試 我們就分享給 我們所有的加入生員 先卡位再說 不管怎樣 先卡位再說 你卡位進去後面 就算有震盪 整理幾天後面又噴出去了 太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各位對不對 陳明店就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跟各位講在前面 好不好 這是9月20號 我們告訴大家什麼 定盈投控 再來月城有沒有 這剛才看過了嗎 9月5號的盤中 就已經做了法文 再來 3149的政達 今天這個 玻璃基板的股票 開始漲上來 老師這玻璃到底有什麼好漲的 玻璃這個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跟各位講 其實玻璃這個材料很特別 因為現階段它切入到半導體的 所謂的先進封裝裡面 那很多開始 去把所謂的一個 晶圓改掉 改成用玻璃基板做封裝 那它的好處在什麼地方 導電更快 然後呢不會有所謂的 翹矩的問題 就是說它那個 邊邊角角不會翹起來 你用過去的晶圓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它要產生很多的 所謂的良率的一個狀況 那你採用玻璃基板 你知道你在問啊 為什麼以前不用現在要用 輝達跟AMD 超微已經正式講嘛 他們在2026年開始都會幹嘛 採用所謂的玻璃基板 那答案很清楚啊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你會講說老師這公司沒賺錢啊 你說月城 對不對 月城有賺大錢嗎 你去買的有賺大錢嗎 對不對 但是公司本身有沒有賺錢 還好啊 政達也是啊 可是為什麼它能夠那麼強 產業趨勢對 你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連黃仁勳連蘇之鋒都認同了 那你在不認同什麼 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習慣啊 很多人可能說這產業我不認同 那你就想 你就去想想看認同的是誰 或者說老師你認同的 我不見得認同 那你想嘛 黃仁勳認同的跟蘇之鋒認同的 你還不認同 張宗謀認同的 魏哲嘉認同的 劉德英董事長認同的 你不認同 那你白白就是跟錢過不去嘛 對不對 全世界的 所謂AI的巨頭 他們認同的東西 包含矽光石 因為很多人覺得矽光石是不對的 不行啊 那個邏輯很奇怪啊 不是說公司沒有賺錢 就一定是爛公司 有賺錢就一定好公司 我問你嘛 台塑是吧 是不是好公司 我就問你嘛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問你嘛 你要怎麼講 公司有沒有獲利 有 股價呢 爛得要死 你自己看來 你自己看 來我問你 到底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 所以買好公司 就能夠賺大錢 買壞公司 就是幹嘛 就是幹嘛 就是不對 這邏輯完全錯誤啊 我們要是買會漲的 那買會漲的前提是什麼 你的產業趨勢是要對的 為什麼 當一個東西剛萌芽的時候 公司的獲利都不會出現嘛 等到都是賺大錢的時候 那已經進入到產業的成長期 已經進入到產業的成熟期 你看 還是我們賺錢 有賺錢啊 你看 有賺錢啊 你自己看嘛 EPS你自己看 有啊有賺錢啊 那股價呢 摔成這個樣子 怎麼辦對不對 那你去看嘛 來 月城有沒有 老師那沒有賺錢啊 對不對 正達 對不對 3149吧 正達對不對 沒有賺錢啊 對那不是重點來 3013成名店來 本益比60倍 這不是重點 有沒有 是我們賺到時候要放口袋 再找到下一檔股票 是要這樣做 OK 我們重點是產業區是對的就可以了 然後量價夠大的 這樣就好了 我們也不做那量很少的嘛 那個你很難進出嘛 你看我挑的其實都是量很大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來 有沒有 正達對不對 所以你看 再回到9月20號 我們的盤錢發文你看 有威科 精湛 勇光 雲相 大量月城對不對 所以這些股票我們持續看好 你就會發現什麼 我們的陣容就這些 我也不會每天換來換去 換一堆股票 一天換10檔 一個禮拜換50檔 那你到底怎麼做 不會嘛 我們看好就是這些嘛 對不對 中間當然會有一些微調 可是大方向就是不變嘛 AI啊 我已經講過大方向 不會 我不會一天跟你講說 一天看航運 一天看觀光 一天看什麼 銀建 對不對 一天看旅遊股 一天看航空股 對不對 一天看航運股 不是這樣吧 我們就是鎖定AI 就對了 給我AI 其餘免談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步調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你看 有威科 8月29號 29號我們就跟各位講了 再來 月城有沒有 再講了 再來精湛 大量 然後呢 這是什麼 今天有光拉回 來怎麼看 171永光拉回 哎呦怎麼辦 拉回了 拉回了怎麼辦 有沒有 不用擔心 他剛回到五日均線 我反而認為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所以股票不用去追高 你看啊 就像4909的新復興 你需要追高嗎 你今天追高追158 沒有比較開心啊 但是你今天如果買在五日均線 買在148 你今天賺3塊 開心啊 你如果像前兩天買了140 你今天賺11塊 甚至到158你可以賺18塊 各位投票對不對 所以強勢股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沿以五日均線做 就好了 很簡單 你不用想太多 你不用看一堆指標 對不對 加上一些量的一個判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不會做 不知道該怎麼做 歡迎跟我們做聯繫 加入我們的Light的一個帳號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都講很清楚啊 包括像原相 有沒有 9月19號 原相 金站 新復興 華新光 百德 印太 這些股票都相當相當的一個強勢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 行情的部分 如果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者是你加入我們的Light 先進來看 我們每天給你盤前盤中盤後 最及時最標最有用的資訊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分享就可以了 好不好我們的Light 記得趕緊的把它加起來了 OK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 從頭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自有非常多的機會 你想買車子 你想買房子 以及出國旅遊的機會 組繭幸福家庭 過高品質的生活 機會面前 人人平等 利用原動力操盤法 帶著你一起財富自由 喜歡標股原動力的投資朋友 請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出去 請加入我的Light粉絲團 小老鼠MORE888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按讚 按讚 按讚 按讚